他男朋友的一些事情 我也不覺得我是贊成人 我觉得他很多穿少互惠 我就觉得太过分 在谈起新竹市长高宏安 即便不全然认同 但柯温哲似乎想为他报屈 他的案子正确的讲法叫 一分真九分九 他在北印尼不是宜对 他去美国论文是假的 他以致社会是侵犯著作权 讲到现在有哪一条是真的 痛批外界对高宏安穷追猛打 不过柯温哲对高宏安争议连环报 态度反复 先是挽留高宏安辞去民众党中央委员职务 但中平会又对高宏安寄出 暂停党权处分 在私下会议说高宏安男友李中庭 有问题的也是柯温哲 那一份真是什么 柯温哲对于高宏安 其实是摇摆不定 有可能是无法切割 高宏安在新竹的影响力 让他丢不起 就是想冲淡 冲淡他的选民 对高宏安事件引发的连锁效应 就算有五成七民众 认为高宏安对柯温哲选情有杀伤力 但柯温哲面对高宏安 这颗烫手山芋 就算想拆弹 看来也束手无策 27号在给党员的信中 还温情喊话 宣示六项党务革新 提及助理薪资加班费制度 被解读清理战场 指国台名则把子弟逼问题 丢给发言人回应 我们也支持高宏安市长 可以用司法去捍卫他的权力 很清白 高宏安争议如滚雪球般 越滚越大 不只设诈助理费和建商关系 更是剪不断理还乱 如今话题曝光度 老走压过郭台铭和柯文哲 要怎么拿捏和高宏安之间的 这条线 恐怕也让他们很头痛 三属王家红产业小组 台北高雄怎么了